再來這間檔款是發生在台北市 是這個當教機構 還沒發到感染 台北市衛生局來公佈 市民這間當教機構 涉嫌暗藏疫情 一直到有家屬來祈福才來現況 說實質較正的人所 高達四十七的人 其中有十六的是工作人員 有三十一的是住民 其中有三個住民中部 已經來失望了 接下來衛生局會來 這間當教機構是不是有暗藏疫情 若是查出來是真的 會依照到團燕北洪迪法 上官罰款十五萬 在市政府的警官 將當教機構的人都清除去 給檢查陰性的人 也說趕快要在派遣疫情 更更大 早上的警官 入到機構裡面 可以看到這間機構裡面 這間房間有六頂 民村民的角落都會消毒 在這間當教機構的人 總共有七十四的人 六個設備 有一個老大人 人不爽快 商品便宜 台減是用性 六個十二 另外一個老大人 人也不爽快 商品便宜 台減結果也是用性 六個十四 衛生局 實質到現場 來看誰安排這個機構 全面的台減 那陸陸續出來 我們把他家的家 大概是四十七 六所加起來 目前有四十七的人 確診 其中十六的是港主人員 三十一的人 是住在這裡 其中有三的人 已經貴心了 大家都會怕 上個禮拜四五 就開始在 把長輩住民送出去了 士林的這家護理 之家陸陸續續 有人確診 不過一直到星期六 附近居民才發現 怎麼有那麼多救護車 才通知里長 一直到星期天才通窗事發 原來是群聚感染 對 等一下這樣子已經爆發了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那陸陸續續續 你有跟你反應什麼 反應說 為什麼救護車那麼多 救護車那麼多 昨天 昨天 前一天就開始了 但前一天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昨天那個小姐 來跟我講說 她的家屬在新冠 確診了 總會在裡面確診 議員也希望 台北市政府不要再激烘烘 前立這間燈焦機構 有溫溫疫情的部分 衛生局表是說 如果調查比較失職 可以移叫團戰美鳳地方 發一萬塊到十五萬 嗯